15日中国台北侯佩岑与小童星一来出席精品童装楼曾开幕记者会 日前昆林曾贴出一则 侯佩岑也曾发过的彩虹罩 随即秒杀引起网友注目 周杰伦事后也呼气直言满白痴的新闻 侯佩岑曾与周杰伦有过一段情 彩虹罩状突实践闹得飞飞扬扬 他似乎也有耳闻 听到记者发问时 他现实轻轻倒抽了一口气 但仍高情商回应花姐尴尬 这个其实没关系啦 我觉得美图共享啊 就是网路上如果有心旷神仪赏心悦目的图片 大家都可以用啊 很好 侯佩岑讲到六岁大儿子 偶尔会有自己的想法 但最后侯佩岑都会以一句 时尚就听妈妈的 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劝退 当被问到先生的衣服是否在负责 他大方分享老公的穿衣风格哦 先生的衣服我是刚结婚的时候 有试着帮他买过 那后来就逐渐的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先生有他自己的独特的见解 因为他是比较朴素的那种 所以他舒服就好 侯佩岑虽是大众眼中的时尚指标 但私下穿搭却被大儿子盯紧 连今天这趟性感低胸短裙装扮 也是趁儿子不在家时 赶快传出门 至于还有没有再生一个女儿的愿望 他下回已经过了那个阶段 感恩现状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